大家好,這個題目叫Trusted Service 主要就是在談一個信任的問題 這個內容其實跟Draw沒有非常大的關係 主要是我們現在公司在做的技術 就是用區塊鏈做一個服務 那它可以提供一個信任的機制 那跟大家介紹 那這是我的簡介 主要簡介 簡單來說我是一個工程師 攝影師兼一個講師這樣子 那我們公司先工商一下 我們再做一個區塊鏈的擴容方案 還有區塊鏈的IC 那我們現在有在真Draw的工程師 有興趣可以跟我聯絡 那這邊不知道大家覺得說 你現在看到的資料 你會相信說那個真的就是你原本的資料嗎 當說你的資料庫 有很多人有權限去存取的時候 你真的相信你的資料沒有被任何更改過嗎 你放在DrawBuds的資料 你會確認說跟你當初放進去是同一份嗎 提到一個問題是 你覺得台中現在的空氣品質怎麼樣 雖然全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 叫空氣盒子 它有兩側PM2.5 那會知道說很多的點啊 綠色看起來就是可以嘛 黃色還好嘛 沒有很嚴重 紅色這樣子 可是當你直接肉眼上看到這樣的畫面的時候 你會相信這個資料嗎 還有說 這邊有一部很紅的影集叫車諾比 那它是一個核災的一個問題 核電廠的人看到 我的那個反應爐爆炸了 那個裡面的人不相信他說的話 那上面說我量測到說現在放車線的那個比率多高 那其他人也不相信他說的話 甚至說我在這個核災這個地方 其他的城鎮也不相信政府所說的話 所以這是一個資料 已經沒有辦法被徹底性的那個時代 所以像資訊造假 駭客攻擊 由於在這個資訊時代 數據的更改 以前我們造一張紙一張證書好了 你要去偷改那個證書其實有一些難度 你要去偽造一個鈔票其實有難度 但是你在數據的時代 你只要有root的權限 你登進去資料庫 改一筆資料 可能不會有任何人發現 所以 這是之前的新聞 台電有一個內鬼 就是它掩護某些公司去偷台電的電 一般來說你偷電 除非你真的用電很大 偷電才有意義嘛 它是偷這個電拿去挖礦 拿去挖比特幣 以太幣等等的 在十年大概讓台電損失的上億元 那到最近才被發現 所以我們現在做資訊安全 做很多嘛 我們做防火箱防護 我繼續做通訊資源防護 我們做各種的資訊安全的方法 但是 如果當你的系統裡面 有個內鬼的時候 只要你有權限你都可以進去改 你真的相信你資料庫裡面的資料嗎 所以現在2019年 在2008年的時候 中本聰這個人 或這個組織 他提出一個叫比特幣的一個概念 比特幣的底層就叫區塊鏈 它是一個提供信任的一個 資訊的科技 傳統的資料庫 提供的是資料儲存 但是區塊鏈現在在我的認知 它是提供說你這些資料 是不是可以被信任的 像比特幣的帳本 全世界都在用 大家就相信說 這真的是我的錢 它不會被任何人改掉 那這一場不是講區塊鏈的 對區塊鏈有興趣可以參考 去年我跟麗婷講的那個 給就位公司的區塊鏈技術科普入門 那只是說到現在 2017年開始區塊鏈火紅 在寫程式很多人都跑去寫Ethereum 去學智能合約 Solity 怎麼寫智能合約 他們就要很像 Contra就是Class 那裡面有很多欄位跟方法 基本上就是物件導向語言 我們花了這麼多時間 學了Solity 鋪合約到以太坊上 我可以呼叫他 我Local端瀏覽器 洋裝Metamask的一個錢包去呼叫 但是你現在看到任何一個實際 你有在用的系統 有在用以太坊嗎 它是不是沒有機會出廠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現在 我覺得它還是一個非常早期的階段 就是我現在要做一個 使用者體驗很好的服務 用以太坊目前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那我們公司主要focus在一個物聯網的系統 物聯網通常就是一個 很多裝置 像是智慧電表 一些國家部就是幾萬台 幾十萬台的智慧電表 像是系統 你說要用區塊鏈來做任何事情 基本上更是難上加難了 如果你是B2B 可能企業之間 還可以用一個私有聯合聯盟鏈 但是到真的 很多的裝置的時候 會遇到我們歸納有五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叫做擴容性 擴容性就是現在主流的公有區塊鏈 像是比特幣或以太坊 它大概TPS就不到15 這邊雖然說有到15 可是基本上大概10左右 因為這麼大的系統 像比特幣或以太坊 它的節點大概就接近1萬個 前年高點的時候有接近2萬個 全世界這麼多的節點 它們要同步 這個15個TPS是全世界所有共享的 所以一般的 如果你有這麼多資料的話 基本上是很難去用這樣子的區塊鏈 那這資料要上鏈 然後要達到共識 也花很多長時間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叫資料隱私 我們放在上面的資料 其實它就被寫到 區塊鏈的帳本裡面去 所有人都看得到 只要你任何人有節點 都看得到這個資料 你有資料或沒有資料 其實對很多企業來說就有差了 所以說一般的公司 他們就不相信這個公有鏈 我這麼多的資料 我要放在公開的地方 給人家看這還得了 可是歐盟現在有個法規叫做GDPR 它對你個人資料 你要有辦法去抹除 所以我今天委個人的資料 我進了你的系統 我希望抹除的時候 你的系統就要幫我抹除 不然它就會違反GDPR 那這跟區塊鏈其實 當時談出這個時候就是有點違背 我寫進去資料 它就是讓我永遠不能再改了 為什麼我還可以用區塊鏈呢 第三個是成本 如果你可能使用過以太方的話 你會發現你沒打一個錢 或你呼叫一次智能合約 或你不合約都要花以太幣 以太幣其實可以用真的錢去買的 我們現在一筆以太方的交易 大概是三塊錢台幣 就以現在的以太方 大概接近兩百塊美金的價格來算的話 接近三塊台幣 你物聯網的資料 你如果所有的原始資料都要存在上面 你一天打十萬筆 它就跟你收三十萬台幣 那這個成本我想任何系統應該都不會接受 我以前用資料庫 我想存多少筆就存多少筆 我就盡量用 但是在區塊鏈你很難這樣做 加上如果是物聯網系統的話 IoT的裝置 我們現在談到很多物聯網裝置 如果它本身要成為一個節點 區塊鏈的節點 你有節點才可以呼叫它的程式 才可以拿資料出來 所以如果你不是節點的話 通常你會很難相信出 你的資料是對的 那如果它要有裝節點上鏈的能力 通常它的CPU就要比較高 可是現在很多的物聯網裝置 它其實運算能力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你那個生產成本也要降低 第四個叫可省性 就我剛剛提到 就是你一定要成為區塊鏈 這麼大的網路的一個節點 你才可以呼叫它的功能 你才可以加資料上去 才可以讀資料出來 如果你不能成為節點的話 你就要找個代理人 但是代理人你就會相信說 它給你知道又真的是對的嘛 因為你透過代理人 它一定不是給你原子資料 它可能出來只要再轉一手 再給你這樣子 所以現在在談私有鏈或聯盟鏈 它成本很高就是這樣子 我今天好幾家公司 我A公司一天裝了1G的資料在它的聯盟鏈的區塊鏈上 但是我這個整個區塊鏈需要被同步 我這邊重要的節點 我也要去同步那個1G的資料 加上對一些資料量比較小的一些企業來說 我要維護這個聯盟鏈 變得很麻煩 那第五個字要處理 這就是像AI很紅嘛 我做Machine Learning 做Deep Learning 都需要大量的資料 但是如果你把區塊鏈這個系統 當作資料庫來用的話 你會發現它基本上 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事情 我可能用那個Spark 我要透過Cassenger去分析資料 但如果你的資料來源是區塊鏈上 像HyperLedger的話 你要去做建一個模型 那可能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其實現有的發言 其實都非常難解決說 不管是物聯網的系統 或現在一般的企業應用的系統 都很難去解決 那像是私有鏈門鏈 HyperLedger 或是Azure 上面有一個私有以太方的一些服務 就很難用 我們舉右邊這個例子好了 如果你一個物聯網系統 你有十萬台的裝置 每十秒產生你的資料就好了 你TPS就大概一萬 TPS一萬是一個很瘋狂的事情 去年天貓雙溪的時候 在頂峰大概三十幾萬TPS 你一個資訊系統要到一萬TPS 那個基本上就是非常難 那所以說像是 現在也有提一個叫做Alta 它其實專門去針對物聯網 所設計的一個區塊鏈 那台灣也有一家公司 當然他們是主要在推這個Alta 他們現在也發現Alta 它其實每秒TPS 只到三到五左右而已 他們要可以用 他們也是在前面加個加速器 那所以說為我們技術就是 有三個難題 你中心公有區塊鏈 礦工很多 所以很安全 但是TPS很低 但是我們技術 我們找到一個取捨 就是我們可以讓它去中心化 用公有的區塊鏈 然後同時TPS不是受限在 區塊鏈這一段 我們核心就是說 我們其實透過一個 集合的技術 把最多一百萬筆的交易 做成一個證據 把它放到區塊鏈上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 很大的一個架構 就是右邊這一些 都是我的裝置 它可能是一個Android App 可能是一個NCU 就是硬體 然後也可能是一個 刷法程式 它透過我們機張機器 我們把最多一百萬筆資料 清算之後 原始資料 會產生一個叫它證據的資料 我們再把這個證據的資料 最上面一個很短的證據 32 byte的證據 放到區塊鏈上面 做一個帳本指紋 那其實就可以拿來做驗證了 如果你任何Rodata有變 我們提供你的證據 就會檢查出來 我們提供給你的證據 它最上面有一個 我們叫RootH 就是最根的那個雜錯值 它會跟區塊鏈上 我們放上去的證據 做一個比對 那這個是一些比較細節的 我今天 我這邊是一個物聯網裝置 它傳資料 然後收到一個回調 然後我們幫它上到區塊鏈之後 區塊鏈上有一個這麼的證據 然後我真的上鏈之後 我會叫Kly去驗證說 我產生的證據 跟區塊鏈上的證據都沒有變 這樣我就可以確認說這個資料 在未來如果我要去驗證資料沒有變的時候 我就吐了一堆證據 然後這些證據 裡面最根的證據 它是放在區塊鏈上 所以我可以確保說 那個最根的證據 是在區塊鏈上不可以被更改的 這樣子其實解決剛才五個問題 像是我也不是放原始資料在上面 GDPR也可以滿足 就是我如果真的Rotica散掉 我就直接散我資料庫 變成資料就好了 所以我們的特色就是 我們其實是一個安全的協定 它並不是 其實人家跟我說你在做區塊鏈 但是我們其實不是做區塊鏈主鏈的這種技術 我們是用到區塊鏈的技術 我們今天用的是叫以太方 以太方是現在我們覺得 世界上最穩的一個區塊鏈技術 那未來可能區塊鏈技術一定會更演進 那只要有智能合約都可以用這樣子的集合技術 那這其實是我們公司的一個手機科學家 他提出以前的論文 他其實原本在做短證據集合的 今天是我們把資料集合了之後 這個集合的資料 再產生的證據放到區塊鏈上 那他曾經在之前2018拿到最佳論文 那我們實現我們在公司的demo就是 我今天有一個太陽能板 我產生的電顯示在上面 我透過一個硬體 直接傳到我們的機上機器 也傳到我們的一個叫dashboard 顯示裝置記錄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以後我就可以抓這一個月的資料 去確保這個電沒有被改過資料 電其實是很難去追蹤的 今天台電有個問題是他有在做綠電嘛 現在綠電很夯 就是說我太陽能板發多少電 現在台電是說我就跟你簽合約 合約就是你一天可能賣我10度電好了 但不管你天氣好或天氣不好 那家賣電的公司都可以賣10度電給他 這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嘛 通常我也覺得說天氣不好他應該就拿別的電賣給台電嘛 這樣子其實就是我很難去驗證這個產生的電真的是綠電 那我們就是應用案例啦 像是電池履歷的管理 有一種電池叫做很大型的電池 它原本會叫做儲能電池 用了一陣子之後它可能因為有些消耗 它就變成動力電池 然後再到備源電池 這個電池會經過這麼多轉手的履歷 我們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技術 用區塊鏈來確保它履歷的正確 還有智慧電表 現在是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在推的 就是以後你再也不用去 還要讓人家去操錶等等 它就直接把數據放上去了 但其實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數據都是電子的 台電一直給我高貴 它一直多算我電的時候該怎麼辦 那還有一個像是智慧傳出 以後都是自駕車的時代 資訊安全那個資料安全就會變很重要 所以說我們技術就是在你最下面 感測的資料可以到你系統的時候 提供一個用區塊鏈做信任的技術 好 報告到這邊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歡迎再跟我聯絡 謝謝 有人想問問題嗎 請教一下 就是最近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關於有個Bitpoint的公司 然後它是區塊鏈的公司 然後它被駭客了 就是裡面的錢被偷走了 那請問你們對像這種安全性的case 有什麼study可以分享 那就是它被駭客攻破了 因為我們不是在做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如果你被駭客攻破 駭客拿到你的私藥 它是很合理就可以把那邊錢轉出來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在做加密貨幣 我不是在做交易所 我們是說用區塊鏈當一個集合的證據 證據的一個指紋再放上去 我們是這樣子來用區塊鏈 那當然資訊安全很重要 那些很多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他們之所以會倒 也是因為有內鬼 就是你的key怎麼會被偷出去呢 人家攻破要攻進來 跟你內鬼偷出去 當然是內鬼偷最容易 他可能買通裡面一個人 就是要偷出去 所以如果你是公司的比較上層 你擔心你下面人在搞鬼的話 就可以考慮我們技術 可是如果你是下面那個很想要搞鬼的話 你就不要跟老闆提這件事情 如果你常常會改裡面照顧的資料的人 用這個技術你就馬上查得出來 你好 我了解區塊鏈是說 只要不超過一半的那個節點 那它就不會被改 那你怎麼能保證說 這個超過一半的時候 它改的資料也是真的 超過一半 因為理論上來說 只要有一個有能力的方式 把超過一半的節點的數據都改掉 那其他的節點就會信任這個資料 對 那但是我們並不能保證說 每個超過50個節點贊成的這個數據 一定是真正的數據 對 那請問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 這其實是區塊鏈本身的問題 你要怎麼樣攻擊一個區塊鏈 其實很多公有的區塊鏈 像是經典以太方 它就曾經被攻擊過 因為它節點數很少 節點數很少 大概幾百個 你一百個 你只要超過50個就可以攻擊它 而且是真的非常合理的去攻擊 那但是我們選用的是公有的以太方 以太方公有鏈 大概一萬八千到一萬個以上 最多有接近兩萬個節點 你要佈這麼多的算力 而且其實它裡面一個節點 有的節點是一個礦池 去成為一個節點了 因為礦池裡面 它連了多少運算資源 去成為一個節點 你要超過51% 基本上是一個天價 你會花這麼多的代價 去攻擊一個 現在全世界第二大的區塊鏈的系統 代價是很大的 但這個 我們現在是選用以太方 我相信它是全世界 現在最安全的區塊鏈 有智能合約的區塊鏈系統 所以我們如果拿同樣的道理 來去看現在在推私有鏈或聯盟鏈的 我私有鏈 我用Asia加一個八個節點的區塊鏈 HyperLayer出來 我只要可能 我再另外起十幾台 就非常容易去攻擊它 這就變成你那個私有的區塊鏈 跟聯盟的以太區塊鏈 是不是真的這麼安全 就會回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選用 都一定是公有的區塊鏈 我們相信它這麼多節點 一定是最安全的 不會被攻破的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你們的架構 基本上來講 因為物聯網的device很多 所以其實就是Localize的一群device 它們其實不是把資料上到鏈上面去 是把它的digest上去 它的這些資料的那個驗證積合記錄上去 那這種情況下 如果在不同的區域 比如說台北 台中 高雄 這樣子不同的區域 它們的資料要做一個 比如說分析的作用的話 其實區塊鏈所發揮的作用 其實只是去驗證說 我今天拿到台中的資料 是不是真的那個資料 我今天拿到高雄的資料 是不是正確的資料這樣子 對 是您的意思嗎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因為你們是走以太方的供鏈 所以你們應該會在上面之前開發 這樣子的一個智能合約 那跑一次這樣子的一個 的一個清算流程 它大概需要會耗掉多少gas呢 我們這邊算過 因為我們是一個 我們把100 我們這邊有測過 它其實是一個 我們的證據是一棵樹 樹最下面最多可以放大概100萬 甚至樹在高點可以更多 不過它跟那個以太方 最多花的gas有差 所以我們現在就只能做到21層 21層大概100萬個資料 我們100萬的資料 產生一個證據 才會去打以太方的交易一次 等於我們積合100萬筆資料 只用到大概3塊台幣 如果它以後以太方 以太幣的價錢漲了10倍 也頂多30塊 那 剛你的問題可能說 可能不 我現在資料 我只能夠驗證它們被改 所以被改了 其實我們也沒有辦法 就是它在原始的資料庫 因為我們真的RAWDATA 還是存在鏈下的資料庫 它被修改了 我們的技術是查了出來 它被改了 它不是最原始 從IC上面產生的資料 它可能中間通過某個人 或某個程式 改了以後才進到資料庫的 但是我們可以從最原始的IC 做一個簽章之後 確保說就是量測出來 當時那個值進到的資料庫 它以後抓出來 我比對出來 不對了 就想說中間一定有人做鬼 然後它可能消失掉了 這樣子 我們技術甚至可以說 今天我裝置纏了10筆資料 但是我資料庫裡面只有9筆 透過我們這個技術 也可以查出來有一筆遺失了 這在原本 你如果單純中數位簽章 如果它連真的原本的資料 跟它的簽章的驗證 都消失的話 你沒有辦法 驗證它曾經存在過 但是我們有辦法去說 其實我們就建了一個 這樣子的資料的結構 去確保你10個資料 進到我們的集合系統 它出來就會有10個證據 你如果拿不出那10個證據 你就是少了 這個是做得到的 謝謝 謝謝